作詞・作曲 李宗盛 李宗盛 应该是追不上来了 我跟你说 你都得谢谢我 你知道吗 你还笑 你都差点挨打了 明天的新闻投桥就是 著名棋手盛景初 与公园老大爷下棋 被老大爷打伤了 遗憾挂彩 无缘民宿站聚散 你怎么还笑啊 其实老大爷没想打人 他只是看我姐得太快了 有点吃惊 一不小心把棋盘打翻了 那几个人呢 他们说的是苏州话 你听得懂啊 他们在找厕所 在这儿呢 哎呀 哎呀 你好女士 丁的意料 谢谢 你好 我要一个这个黑糖菠霸珍珠奶茶吧 谢谢 我给你转这个鸡的糖吧 再上 请问喝什么 刘一俊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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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最喜欢喝烧仙草了 好喝 这么好喝吗 但其实吧 它烧仙草的味道呢 也说不上是多好 但是就是口感挺特别的 就像有些人第一次喝凉茶 怎么是这个味道 但是喝久了呢 反而会喜欢它那种 焦苦的中草药味 你对这些吃喝很在行啊 我大学刚毕业的时候 在奶茶店打工 其实我最喜欢的 还是他们家的蛋糕 既然你这么喜欢 为什么要换个工作啊 我爸跟我姐觉得 打零工没前途呗 就让我去送过视频 做编导喽 他们怎么跑那么快啊 一招点工夫就没了 刚好还看见他了 在那边 我刚看 慢着慢着 快快快 快给我拍 那边 你偷 переп快走 快走 这 拍到没啊 没有啊 真没有 对呀 好